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年度宗教盛世大龙同保安宫保生文化系20日登场,明日先举办夹性戏表演,睽違三年的重头戏绕镜采接活动则于29日举办,今年更突破创举,绕镜全程不放鞭炮,以掌声代替鞭炮声,让保生大地环保出循,活动只办至6月底。 保安宫董事长廖武志表示,20日登场的嘉信系是早期农业社会为仇神所办,今年除了职业系团参与外,另有学校社团,在帝国小,内容包含歌仔系,北管系及布袋系。 廖武志说,先前神教遭烧会,为整修先停办绕镜采接三年,今年再重新举办,除了响应环保不放鞭炮外,今年绕镜队伍,除了台湾各地民俗议政团体,还邀请国立台湾传统戏曲学院,展现不同以往的官家舞蹈,另安排日本逃敌队伍及黑助教演出,预估队伍绵延数公里。 民政局长蓝世聪表示,过去庙宇举办活动,让放鞭炮是信众向声明展现的表现,民政局自2016年起与各庙宇合作,判落时以掌声代替鞭炮声及绕镜少放鞭炮,今年感谢保安公享应环保,欢迎民众共相盛举。